蚊牛肉 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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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 柑果这一家 乳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芒果这一家 我们今天来到比萨 这边是比萨鞋法 亲自来到比萨 看到比萨鞋法 真的觉得 他的鞋度好斜哦 可是他还是毅力不异 真的很厉害 我们刚刚已经有去参观 比萨主教做堂了 里面真的非常值得进去 想要了解更多比萨主教做堂的内容 可以去看上一支影片哦 我就沿着往这边 从前面 路口这边 一直到这里 他进比萨师堂的位置 正牌全部都是人 也没有看到星巴英 我们昨天有在侯罗伦 遇到小柴犬 这柴犬是从美国来看的最多 有跟他讲说我们家的柴犬已经13岁了 今天的天气超好的 整个天空搭配白云又有绿帝 但这个建筑又是很专色 搭配的很深 大多数来到比萨观光的游客重点都不是为了登比萨斜塔 而是集中在奇迹广场的沿路上拍摄街位照 男女老少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跟比萨斜塔拍照 常见的拍摄手法有福塔、春塔、捏塔之外 也流行拿着天筒跟比萨斜塔一起拍照 五花八门有趣的拍照手法沿路都看得到 还没还没 下面那只手要后退 好,瞧个角度 好,OK 因为奇迹广场上的草地是禁止进入的 所以在这里看到很多游客都站在栏杆旁的水泥沿路上拍照 看起来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都站在旁边拍一拍照而已 光是要跟比萨斜塔拍照就可以花上许多时间 到处都是在推塔的游客 看起来真的很美丽 已接近中午有感觉到越来越热 但这附近没有椅子可以坐 只好去找阶梯和阴影处 昨天去找出浑米桃 欧洲的英雅比超好吃 我姐看到一只长得很像柴犬的狗狗 新发路 27宝 現在一路走掉了 普丁溫泉旁有兩條路上 有許多紀念品店和餐廳 如果肚子餓可以去這兩條路上 謝謝 我們都拿到了 不知道後面還有地圖 其實它就在旁邊 要吃也可以吃這個 想先去附近逛逛 有什麼餐廳美食可以吃 如果找不到我們想吃的 再去吃subway 這個比較好看 這種是12 這附近也有馬車可以搭乘 這附近也有馬車可以搭乘 看網路上有人分享進行一探 50分鐘的馬車遊覽 大約70歐元換算台幣約2000多塊 這邊要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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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way就在這條路上的最後端 看欄看去 我們最後決定來吃subway 裡面有夾這些 裡面有加生菜 洋蔥 番茄 香黃瓜 還有肉片 這間subway裡面有附洗手間 在點餐櫃台的旁邊 等一下吃完就可以去上一下廁所 因為來到歐洲旅行 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附免費洗手間 所以要利用來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順便上一下 對 菜汁留下 欸 這有狗狗 不是沒有採權他嗎 剛剛天空很多白雲 像白雲都不見 超樂趣的 今天來到比薩旅行 這邊的景點大多數都是集中在這一區 有聖若望洗禮堂 比薩主教座堂 還有大家最知道的景點就是比薩斜塔 他們都集中在奇蹟廣場上 售票處在這邊 我們今天早上有進去教堂 它的免費餐我們是要去這邊 比薩斜塔這邊過來 紅紅的遮雨棚那邊 那裡有很多餐廳 如果肚子餓可以往那邊去 另外這裡也有一條路 那邊有賣很多紀念品 我們剛剛有去吃subway 也是在那個紀念品的那一條 這裡的subway蠻便宜的 我們要慢慢的往回走了 現在可以搭乘兩邊 要多的車回去 那我們現在就往大門口的方向走去 邊拍照 這裡真的要自己親眼來看 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壯觀 它的塔到底有多寫 我覺得用鏡頭真的沒辦法展現比薩這裡的美 需要親自來體會 我要想看這個方向妹妹 這個方向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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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戴帽子的話 真的有種被烤焦的感覺 這邊也沒有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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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有遮瑕 這邊也有遮瑕 走這邊會比較遠距 我們要趕拍比薩尊敬 我覺得它可能在前面拍鎖匙 大家都正在這邊拍照 超會擺POSE的 我們下山旅遊就到這裡結束囉 掰掰 走吧 都這邊很不錯 走出比薩 西門就會看到熱鬧的紀念品市集 這裡有超多家賣紀念品的小攤子 可以在這裡稍微停留逛一下 這個才兩歐耶 有發現比薩這裡的物價真的比較便宜 其他城市磁鐵是少二到三歐元 對這一歐耶 而且每個城市都有專屬的紀念品 你錯過這個城市 下一個城市就買不到了 你會想買哪一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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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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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超短的 可以了解釋嗎 幫我去那身邊的隱隱處 趕快去對面的陰影處 太陽真的太大太熱了 貓王 這邊 要走回去火車站 比薩 這個建築可以說好漂亮 要達德火車站已經到了 就在前面這邊 這裡是比薩的小站 小站走去景點大概10分鐘 可是大站走過去要20km 建議大家是達到這一站比較好 真的是18393 下午2點41分 在第二月提早到車站準備 好 到我 這裡有日期 那走吧 我們剛剛有打票 記得進來月台這邊一定要打票 比薩聖索羅爾車站月台指標標示得滿清楚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你要乘車的月台 月台上還有自動販賣機 有賣三明治餅乾巧克力飲料等等 旁邊還有咖啡販賣機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第二月台沒有遮陽棚 而且椅子非常爽 所以太早來等車也沒有位置可以坐著休息 剛剛完全都沒有路過這邊 就是火車到站直接從那邊走出去 我們買到小站的火車票上面沒有限車次 所以當天回佛羅倫斯每個車次都可以搭 但如果你要在這邊買車票 就只能去自動收票機構買 因為這邊是無人車站 所以裡面沒有收票員 你只能自己買車票 然後他的車票只可以刷新郵 所以我們是在佛羅倫斯買的 來回車票 我們再坐過來 所以如果大家也是要從佛羅倫斯來到比薩的小站這邊 記得可以先把他們買回車票買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們每一支影片的通知喔 還有還有記得要留言按讚和看網廣告 這樣Youtube就會把我們的影片 推播給更多需要旅行資訊的人知道 如果覺得我們創作的影片 對你的義大利之旅有幫助 也歡迎使用超級感謝斗內支持芒果這一家 讓我們有動力繼續創作下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